有 yo hello baby 有人嗎 ok嗎 哇哦來了 你們好 說好 說好說好以後 不開電台了的人 以後都開直播的人 以後都開視頻了的人 現在有點打臉 但是也沒辦法 大把人 這麼晚都不睡覺 在幹嘛 我知道你們在等我啦 不用這麼害羞 大膽的說出來 感覺不是很多人 是不是晚上 是不是晚上都出去high了 剛剛 剛剛去舞蹈室練了一下 然後 回來了 我決定明天起來練吧 在路上 在路上 路上哪裡 難道 在向我 在向我這邊趕來 有點恐怖 我先把窗戶關上 幫你們爬窗 幫你們爬窗 我最近睡覺都開窗戶睡的 我都不關窗 樓樹說那樣涼快 他說 他說他不開 他說最近空調的溫度 最近剛剛好 他說不用開空調 讓我以後都開窗 你知道 就剛剛嘛在休息室嘛 然後美玲在看 就夫夫的那個直播 然後在發言 然後下面有個 然後他就給我看了一個 飯的留言嘛 粉絲的留言 他就給我 然後粉絲留言 是這麼說的 說美玲要多少錢 我今天 今天晚上從玻璃裡面 從那個鏡子裡面 爬出來給你 我怕你們 我怕你們 我怕你們也從鏡子裡爬出來 一個 把鏡子全都擋住 晚上好 嗯 還好還好還好 出現了一點點小問題 可以解決 但是 站位沒有搞清楚 怎麼會被掰彎了 搞不搞笑 呵呵 我不就是筆直筆直的嗎 我怎麼可能 我怎麼可能 這種筆直筆直的 唉呦 看看人數差不多美 我也不知道 跟你們聊什麼 你們想聊什麼 聊什麼 第一次 我想到前輩 我想起 我想起我上次真的是好丟人喔 我就是逛那個超話 然後逛逛逛那個 就是完美的超話嘛 然後我發現裡面有很多 就是 嗯 就小修修的一些 一些 嗯 不能描述的文字 不能描述的文字 然後 唉 反正就看了很多嘛 就覺得 覺得粉絲文筆好好啊 就純粹就是欣賞文筆 然後去看的 對 純粹是為了欣賞文筆 然後去看的 然後看完之後呢 我就下樓了 誰知道下樓之後呢 誰知道下樓之後呢 嗯 我剛在食堂 就是待了會兒 然後一從食堂那邊 一抬身頭 我看見了漁腕前輩 清漁腕前輩 我還聽見他的聲音 就拖著一個大馬帶 然後我就回來了 我 不是回來了 我就把頭默默的給收了回去 然後等他上樓了 我再默默的把頭伸了出來 出去 但是我現在回想起來喔 他又 沒事 真的是 又沒關係 我去跟他打招呼 就很正常的後輩跟前輩打招呼啊 又沒事 就很奇怪 就我們那時候為什麼要躲呢 我現在想想真的超奇怪的 我現在想想我為什麼要躲 躲更奇怪好不好 就很正常啊 對不對 他又 就一個小後輩啊 對不對 又沒幹嘛 我以後再也不看這種東西了 真的是 真的是 其實我看的時候吧 就 特別 就是有一種 做壞事的感覺 你知道嗎 我 我看到我 的前輩就住我樓上 我在幹什麼 真的是 我在幹什麼 啊 哇 就是你們無法體會那種感覺 其實看的時候是挺奇妙的那種感覺 特別 唉呦 就想想 就想想 主人公 就住我樓上 我在 我在看什麼東西 欸 天哪 然後有可能 一出門就可以跟 就說了一句話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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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在手機裡面看他 就是那種名字的文 哇 我在幹什麼 沒有啦 不是啦 不符啦 真的就衝著文筆去的 你知道那些 就是 挺那個的嗎 清一文前輩 就拉著一個大麻袋 然後 然後上 然後 然後坐那個電梯 然後 然後呢 然後呢 我就 我就 想起了我之前 就是 也看見過陳美君前輩嘛 然後 也是 都是在中心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在中心遇到 遇到就是 這兩個 就這些前輩喔 就感覺都是同樣的情景 就是 他們拿那個快遞 然後一車一車的 就 用電梯往 就是每次都一車或者一麻袋 就往樓上運 每次都是這種情形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什麼同仁文生存器啊 我怎麼不知道有這種東西 不是都自己寫的嗎 話說 我以前都有自己寫過小說 但是 寫一般放棄了 太難了 我就佩服那種寫小說的人 怎麼做到的 我就寫了大概 幾千個字吧 應該有 三四千吧 就寫不下去了 好難喔 後來後來感覺我第一人稱 第二人稱第三人稱 我都弄混了 本來我想用第一人稱寫的 到最後呢 又發現寫不出來 有些 有些東西必須 必須用第三個人的視角寫 我就又寫不出來了 就憋得慌 只能放棄 好 買是不是卡了 天哪卡了 是不是卡了 有沒有大家發個彈幕 我剛剛 然後我剛剛不動了 剛剛那個網的那個卡不動了 你們 也可以多寫寫這種文章 然後 練一下語文水平 對不對 哪裡可愛了 我這麼自鎮腔圓的 叫什麼 那個叫什麼 是不是什麼腔圓 什麼叫為了看同仁文 我哪裡為了看同仁文 就 不錄團也可以看同仁文啊 就又不衝突 對不對 哪裡了 哈哈哈 不過不過真的我覺得相對於同仁文 我覺得那種泛制的視頻更加好看一點 特別是有劇情的那一種 多多 哪位大神多多製作一點視頻給我CC 我絕對 特別特別棒 鬼畜 鬼畜也還好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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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種絕美的視頻啊 特別特別棒 我也不知道能不能說 唉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過 你們有沒有看過那個 嗯 就是在我很早很早之前嘛 就是 我也不知道有多早之前被一個視頻給吸引了 就是一個 嗯 人魚 然後是 月黃的 哈哈 特別美 我的天哪 哪位大神做的 我可以看好久好久 就看了好多好多篇 我現在都經常查出來看 我還給人安利 就 人家 就是我給人家安利人魚這首歌的時候 我都用這個視頻 我都不用現場版的 我就用這個視頻 美不美 美 然後就 他們就說 啊這首歌好好聽喔 劇情也很唯美呢 我說這個劇情呢其實是粉絲剪的啦 幹嘛 幹嘛發生這種聲音 你們就不懂得欣賞這種美好的事物 真的 課堂 棒 什麼粉絲比運營努力 嗯 就是 我覺得我覺得粉絲裡面都是那種大佬 就很厲害很厲害 感覺都是這種高技能的 不只是核內的啊 你要剪出這種視頻的話 你光關注核內不行啊 好多好多那種隱私資源的那種是片段都突然閃現 然後就都把剪成一個就剛好按上去 就跟劇情沒有任何的那種 就是 違和感 你剛剛 發了個子傑殿下的 東西 以後我的背景圖就出現了子傑殿下 嚇一跳 你知道嗎 好恐怖 對 正能量 不錯 當然正能量啊 就鼓勵你們多多創作嘛 搞不好拿個獎啊什麼的對不對 然後以後就可以當一個剪輯手了 我以前 我有看見過那種一個採訪 就是採訪一個 呃 就剪刀手嘛 然後他說他之前 就是他 挺有名的一個剪輯啊 就是一個官方的剪輯了 已經是 然後他說他之所以成為剪輯 他就是之前追星啊 然後追星就給那種明星就製作視頻啊之類的 然後漸漸的他就自己就 就是很厲害啦 然後就成為他的職業了 然後 然後他就給他 然後現在就是能給自己喜歡的明星去 就剪輯 然後幫他做宣傳 然後又可以看見他真人 就 就已經 從粉絲變成了同事關係 特別 哇 你看這種粉絲真的是老強了 我就想成為一個這樣子的偶像 就是 能夠給人家帶來正能量 然後引領人家走向那種科技的前沿 不錯吧 然後給我頒一個什麼貢獻獎啊之類的 哈哈 晚上好 晚上好 誰說粉絲當不了stuff 誰知道你是粉絲喔 除非你在粉絲圈混得很有名了對不對 啊 實名認證後不能應聘stuff 啊 哦對 可是我已經 為什麼說 我以前也去看過公園啊 我也實名認證了呀 哦 但我應聘的不是stuff 估計我都不能當stuff 可是我也實名了 但是 但是我 但是我應聘的是 是 音聘的是小偶像 我也不應聘stuff 欸我認不全 說實話斯巴西所有成員我還認不全 三百多個人呢 三百多個人呢 我怎麼認得全呢 我現在大概認識 唉 我也不知道我現在認識多少個 一百個 一百個 反正我 我認識的肯定比你們少 我翻了還不太久之前 啊 你說到這個背景圖喔 是我沒有出道的時候的背景圖 是我 嗯 高中 高 高三的時候 高三的時候的圖片 哦你說另一個背景圖啊 另一個背景圖的話 嗯 嗯 那個是我在那個 好像是四選的時候吧 四選握手會的時候 那裡有一個那個 星際沙 星際沙的一個宣傳的一個板 然後裡面有這些圖片 然後我就 看見子姐殿下 我就給拍下來了 我覺得 我覺得以後要成為這麼偉大的人 所以我就 給拍下來了 一直存到了現在一年了 我還我不僅拍了子姐殿下 我拍了好多好多人 我拍了 我還把那個星際沙那邊人行力排 我把我 我會場全部只要是人行力排我都拍了 然後然後呢又拍了好多粉絲 就是讓我來說覺得很 很那個 就是覺得特別耳目一新的那種粉絲聚聚的那種 就 就那種搞的 就是讓人一眼就能看見的那種粉絲聚聚 我就給他拍下來了 不要問我喜不喜歡同仁文嗎 反正喜不喜歡有什麼用呢對不對 我都看了 對不對 那你不喜歡 那不喜歡我也看了嗎 喜歡我也看了嗎 那有什麼辦法 優糖 優糖確實開會啊 我們開會啊 對啊 背景圖當然是我自己了 嗯 這是我高三的時候的照片 欸 沒 就看看吧 就豐富一下生活嘛 對不對 就 又不是 又不是特意的 又不是故意的 又不是當成一種毒品一樣 那種 我又沒上癮 嗯 我是 我是北京的預備生啊 我是BJ的預備生 是的 看來你還不認識我 要不要自我介紹一下呀 大家好 我是BJ48的五七生 預備生 成語錄 話說話說上海時期都出道了呢 我看見了 他們都出道了 嗯 他們是跟我一起選的 他們 嗯 其實 我今天 我當然見過面啊 我就是跟他們一起進來的呀 只不過我來北京的呀 哪個對待一呀 嗯 我還沒有上過其他隊的公演 但是 但是我 在學了 我還會去一隊 待一 嗯 我當然見過面 之前我就是在 上海選拔的 所以他們我 嗯 除了有幾個以外 除了有幾個就是在聚餐的時候 他沒來 其他的就是啊 其他的我都認識 就是我看了那個 看了那個劉傑的 公演 公演嘛 然後 然後 然後結果 我都不知道 他是健身教練 還有腹肌 我就 我就馬上就 給他發微信 求照片 老實 嗯 我要看看你的腹肌 跟我的配一配 你好中泰粉絲 中泰我也有人認識 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中泰是 我認識郭一寧 我認識郭一寧 同期怎麼了 長得好看不行嗎 同期怎麼了 嗯 我認識郭一寧 做一個小孩子 就每天什麼都不懂 就叽叽呱呱叽叽呱呱 還要我教他 這郭一寧 就是 真的是 是就是我感覺是 就是17生 就是之前我們 在上海選的那幾個人 就整個整體 17生來說 是最傻的一個 真的是最傻的一個 呵呵 他還 他還問我 說說怎麼跟 怎麼跟粉絲聊天 你知道嗎 謝謝 送的禮物 嗯 某張背景圖拿大閃去看公演 看什麼公演 這不是啊 這是這是粉絲的反圖 我覺得好看 我就存下來了 然後大閃是他們 他們公演之後給我的 怎麼可能拍這個東西 公演 公演 公演我也看過 但我好像只看了一場還是兩場 有點忘了 看的是 TeenN2的公演 然後去了 B50 去了握手 去了那個總選 然後我剛去完B50 然後 就進來了 真的就是前一角 剛剛看完B50 後一角我就進團了 謝謝送的 應援棒 真的太太 現在想想還真的是 然後我就 就最近練舞嘛 然後我會拿就是 拿原來的那種視頻 就是聽那個音樂 然後跳嘛 然後我發現那個視頻 裡面的 裡面的應援聲裡面 就是那個視頻 是我在現場的視頻 我在現場唱的是 我在現場就看的視頻 然後那應援聲裡面 有我 我就覺得很羞恥 天哪 對呀 就是在劇場 就不能在觀眾 當了午餐不能在觀眾期 看公演了 這一點真的很難受 謝謝送的應援棒 謝謝送的羽毛筆 嗯 就很可惜啊 我覺得 雖然雖然說我們可以在後台看嘛 就是在那種 呃 可以看現場直播 就演播廳啊 之類的地方看嘛 但是跟現場看的感覺完全不一樣 難受 唉 應該應該給偶像 小偶像也劃分一塊地方 要不然怎麼向前輩學習呢 對不對 你要向前輩學習 你總要在現場感受一下前輩的氣場嘛 對不對 希望以後 希望希望希望以後能再 就是 能能夠能夠能夠看那個前輩的 唉 想想也不可能了 算了 不說了 多難受啊 現場看是什麼感覺 現場看就是飛一樣的感覺 就是很霸氣的感覺 就是很燃燒的感覺 就是能夠摳到 就 可寫的那種感覺 你知道嗎 就不不帶摳 就全程 啊 啊 啊 就全程這樣 你就就是 就夠了 然後 就夠了 對 我之前 全程主教就行了 什麼國慶哪場有我 國慶 我們國慶跟中秋是 一場 就是 就是都是特殊公演 就只有一場呀 好像 對吧 唉 不用 因為我沒有去總選啦 嗯 雖然總選的時候我已經出道了 但是 因為我出道有點晚 就是那個 就宣傳視頻嘛 沒有拍 所以不能 所以沒有參加總選 所以我上 所以我上次的總選沒有參加 國慶公演不是車輪站嗎 是車輪站嗎 我怎麼不知道 但是 我我查一下 稍等 沒有啊 只有一場呀 為什麼 難道錯了 誰來告訴我是幾場 小鮮肉 我喜歡這個稱呼 是底 我是小鮮肉 我跟 我我跟那個 任曼琳 還有李立滿 三個人 還有沒有出道的 然後在中心看的直播 然後準備了好多好多吃的 嗯 是其他對合起來的 我們 聯合公演嘛 中秋跟國慶都是聯合公演 嗯 哦 特別公演只有一場 什麼叫再過幾個月我就不是小鮮肉了啊 我還沒滿二十歲呢 我還沒滿二十歲呢 什麼叫不是小鮮肉了 不過我先提前透露一下 就是我們的聯合公演會弄得特別好 相信我們 現在我們還一直一直在那裡 就是討論 就是 就怎麼樣能夠 讓這個聯合公演 就好一點 就 從 有一些 劇情方面的設計啊 然後有一些就是 就是 串聯 就 就是那種 各種 節目中的串聯 還有服裝上 其實都 現在一直一直都在討論 腦肉越老越香 我可不想五十歲了在台上 就是 那種 特別 屏幕超V 屏幕也不錯 沒事 咦 再 再籌備呢 提前就是也先透露吧 給你們 預告一下吧 因為我知道的好多就是 呃 整個公演的流程吧 嗯 有古裝 也有現代裝 有 就是 嗯 有 然後古裝的話 古裝的話會 反正挺期待的 對 我之前跳過什麼 unit 我之前 我之前跳過 嗯 對峙 錯過奇蹟 雨中鋼琴師 不曾後悔 唉呦 天使的尾巴 唉呦 跳過滾 唉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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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峙這首歌真的是 呃 每次 講到對峙 我就想起之前 我向觀眾噴口水 唉呦 跳得太用力了 不小心把口水給噴了出去 唉呦 哼哼 哪有熊 哪有熊 我一點都不熊 嗯 你知道特別好玩 就是我們在討論對峙這首歌的時候嘛 就 有沒有我們私底下聊嘛 我們就說對峙這首歌是怎麼過省的 對峙這歌詞 我們就說對峙這首歌是怎麼過省的呀 就以這種 就感覺 感覺就是 我感覺審核應該還挺嚴的吧 但對峙這首歌是怎麼過省的 不是罵人的字啊 對峙這首歌是怎麼過省的呀 對峙這首歌是怎麼過省的呀 我覺得對峙這首歌特別特別好聽 真的特別好聽 是我 其實其實是我那時候 然後 就是在我還沒有 嗯 還沒有選定 在我還沒出道的時候 最喜歡的一首歌 後來吧 雖然現在還是喜歡吧 雖然現在還是喜歡吧 但因為跳的太多了 你們也知道的嘛 就是我從出道開始就一直在跳這首歌 然後 然後不只出道開始 我沒出道的時候也在跳這首歌 真的很 很 也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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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但是已經 有點煩 拉鍊 過去是 是沒了就從此都沒了嗎 還是 還是以後可以跳 還是永遠都沒了 因為我不瞭解這個 要不然多可惜啊 一首歌 整首歌都不能跳了 如果 那個 啊 難受 所以說囉 所以說囉 不要 不要舉報囉 對不對 沒有 如果不過分的話 就不要 隨便舉報 你現在錯失了這麼好的一首歌 對不對 那人家創作來這首歌 是不是也是給我們跳的嗎 嗯哼 嗯哼 最後一次是哪一次啊 我記得是蘇珊三前輩的吧 謝謝 送的巧克力 嗯對 我記得應該是蘇珊三前輩的 嗯哼 哎呀我幹嘛聊這麼沉重的話題 害得我現在都想不起我要說什麼了 真的是 唉唷 我跟你們說一個好消息 就是 嗯 嗯 我在練舞啊 嗯 希望能夠早點那個吧 嗯 國際假期 我沒有關注有沒有 休假 反正休假的話 就算就算休假我也不回家 沒關係 然後又沒有錢出去旅遊 謝謝送的禮物 好消息就是 嗯 就是我們有2.0公演嘛 預備聲 我們有在 就是過段時間嘛 會準備 但具體什麼時候出呢 還要看 還要看 嗯 安排就是 我們的進度 就 如果 不忙的話 謝謝 最優秀員工就是我了 謝謝 我也這麼覺得的 我覺得我簡直 太優秀了 就 就那種 長得又好 跳舞又好 然後唱歌又好對不對 對 特別特別棒 對 預備聲2.0 我們已經選好歌了 十一月能出的話 十一月 我也不知道十一月能不能出 但是我們現在的打算就是 就是越快越好 但是也不一定 因為最近不是事情很多嘛 然後 要 要學的話 還要一些時間 會有 十六人曲會有好多 會增加好多 嗯 特殊公演只有一場 喔不是 那個聯合公演只有一場 聯合公演 2.0 2.0 我也不能跟你們說有什麼吧 但是我就只能透露就是 呃 十六人曲會多很多 因為 之前 之前都是unit 是因為我們人不夠嘛 之前 都是unit是我們人不夠 所以才都是unit的 但現在人差不多了 也大概可以了 所以我們也有 也 就是 按照常規走 會 會有好多 還有好多十六人 嗯 然後呢 然後呢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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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2.0如果上了 呦 那代表 就 離 新成員出道的 時間也近了 怎麼各種課說沒了 什麼意思不用再看我了 你什麼鬼 你信不信我要是見到你 真的是 哇 神經病喔 罵人了我 真的是 神經病喔 晚上好 不好意思 你剛來就聽到我 罵人 嗯 都是前面的人害的 嗯 都是前面的人害的 不關我的事 走開 走開 你們現在連他面 連他們面都沒見過 你們就跟我說 而且還找得很多事情 你們就跟我說要重生 你們是不是 是不是 就是有個女人就要愛一個 哇 哇 太善變了不太好 我告訴你們 放不平了放不平了 放不平了放不平了 才這麼一點點時間 怎麼放平喔 口音罵人怎麼都結巴 我哪裡結巴了 我頂多重複一下話 我哪裡結巴了 我是五七 我是五七 對不對 就你你放我 你不只能愛一個女人 你還能同時愛一個男人 對不對 又可以男人 又可以女人的 不錯的不錯的 本路本尊就是我的 可男可女隨意變換 我是 我是 我是BJ48的預備生 NC3NC4應該都是會有 應該 應該 不出意外的話 我會按照流程走 我 我室友 室友哪裏女人了 不女人 每天出去看蘆一傳 現在就是大晚上的 現在還在還在休息室 看著蘆一傳的 然後看那種公鬥劇 然後看著 謝謝送的禮物 對大主題 然後 然後一下看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看那種公鬥劇的女人 就很容易罵人 你知道嗎 就開始 開始罵那種 隔著屏幕罵 罵人 看劇 看劇喔 我寫 我最近老是在看那種老片 你知道嗎 看TVB的那種 就港 港劇最近 就是我覺得老片就好看 然後最近也沒有什麼好看的片 喔 我最近在看那個 夜天子 呃 我覺得夜天子還挺搞笑的 你們說在我 你問我看劇 又沒問我看同仁文 真的是 除非你把同仁文拍成電視劇 我一定會看的 你什麼時候拍一個 我一定看 呵呵 怎麼罵人就是粗爽們笑起來 嘎嘎嘎 唉唷不用了 出道視頻還是神神吧 那出道視頻是我黑歷史 然後出道的時候簡直的 出道的時候我連 我連鏡頭在哪兒都不知道 沒人跟我說鏡頭在哪兒 然後 沒人看我 就說我鏡頭在哪兒 我都不知道 我連有幾台攝像機都不知道 然後全程眼睛就是看觀眾 就因為我完全不知道鏡頭在哪兒 然後現在 現在 現在我就 就 一來一個後背 你知道嗎 我 當天我就給他拖出去 拖出去跟他說了一件事 我就是跟他說 我就跟他說 我跟你說啊 那個公演的鏡頭啊 就在最前面有三個 那下面 然後在舞台前那裡有一個 然後頂上那個呢 你不用管 你就盯著這幾個就行了 你不要像我一樣 你不要像我一樣 連鏡頭在哪兒都不知道 你出道至少知道鏡頭在哪兒 對啊我覺得很溫柔很溫柔 真的 不知道誰說我不溫柔 我真的作為 前輩真的賊溫柔了 我覺得我對誰都很溫柔 唉 現在 現在 現在那個 你知道現在後背來找我都 可以直接進門了 但是也不能全程看台下 那在那個鏡頭底下 我發現我自己全程就是眼 眼睛下垂 什麼都沒看到 什麼叫我沒腹肌了 我這麼久沒有在 什麼練習 認識我之前覺得我很兇 我明明這麼溫柔 稍等一下 我看一下公演的流程 中秋的流程 他給我發消息了 嗯 看到好玩的東西跟你們說一聲 沒有沒有我的問題 可以 好結束 看完了看完沒有沒有問題我就結束 哪裏一塊腹肌 我現在都沒有上公演 都沒有路過腹肌 你怎麼知道我一塊腹肌 真的是 我現在腹肌挺不錯的好不好 你不要聽樓樹瞎吹 樓樹都沒有見過 樓樹 他沒有見過我的腹肌好不好 好 嗯 不是晚上有工作消息 是因為最 因為中秋 中秋的事情一定要趕緊嘛 因為也近了嘛 就趕緊要弄定下來 所以要那個定下來 也是大家就是很重視的一件事情啊 腹肌就是養我起座練出來的 你要有一個魔鬼的學校 每天讓你做兩百個養我起座 你也能練出來 謝謝送的螢光棒 樓老師直播某人光著出來 哼 呵呵 哪也光的出來 我穿了上半身好不好 說的好像真的光的出來一樣 你見過喔 謝謝送的巧克力 我就穿了上半身出來 而且而且我就出來了一下下 我看見美玲在了我就又回去了 我又回去把褲子給套上了 說的我好像會老是給人看腹肌一樣 說的我好像會老是給人看腹肌一樣 喝喝 二樓裝修聲音真大 你們聽見嗎 現在二樓不裝修啊 啊 不是不是他聲音大 是在我玩 是我在玩一個東西 在玩 叫鞭 叫棒 因為說我買了一個叫棒 叫鞭 就是那個 嗯 就是老師上 老師上課的時候用的那個 叫鞭 我現在一直在 把它拉開又收回去 拉開又收回去 所以可能你們聽到的是 我在玩這個的聲音 謝謝送的教室禮盒 呵呵呵 沒有啦 不是陳老師啦 還沒有當陳老師啦 不是 陳老師啦 還沒有當陳老師啦 不是 就普通的叫鞭啊 就是你們老師上課用什麼 我就拿的是什麼呀 不欺負後背 欺負後背用這個太輕了吧 呃我可以視頻直播了 我現在可以視頻直播了 但是但是因為我就是沒化妝 然後又剛剛練完舞 謝謝送的巧克力 所以 所以現在直播 估計會是大 大型脫粉現場 哼 我老師就經常用用叫便 我老師就經常用叫便 我老師還用棍子呢 我被老師抽過手掌心 然後被老師打過屁股 欺負後背你不能用武力耶 你要用罵的 就是要那種 不能罵 就是用那種 就是 尋尋善誘的態度 用嘴 不罵後背 我不罵 我都是尋尋善誘的 就對 就是那種灌心靈雞湯你知道嗎 我經常給他們灌心靈雞湯 一般我想灌心靈雞湯的時候 就是 就跟他們說一聲 那你今天出去走走嗎 你今天陪我出去散個步吧 然後就出去散個步 出去散個步嗎 就散個一個小時 一個小時呢 然後就中途就各種療 然後就各種心靈雞湯 然後就各種心靈雞湯 不是沒化妝的問題了現在 如果沒化妝我也可以直接開直播 如果我如果如果如果我是乾淨的 之後我練了舞 頭髮又亂糟糟的 然後又很 反正灰頭塗臉那種 就剛從工地裡面出來 我剛我真的剛從工地裡面下來 真的不能不能開 否則大型托本現場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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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 他們他們就是不太了解四八嘛 所以我還沒有跟他們說 有四八 有有口袋四八這件事情 哎呦 就這種就比如口袋四八呢 然後就不用不用跟不用跟後輩說了 你怎麼知道我躺是在床上 難道是我的聲音聽出來的 我趴著呢 我把手機放在放在床上 然後我整個人趴著呢 晃晃腳 然後終於主要是公演結束是化了妝的 沒關係 但是現在又沒化妝又灰頭塗臉的 後背的小號 沒有我偷偷看過他手機 雖然我只看過一個人的手機 他沒有口袋四八 沒讓他下 我看直播不用開小號啊 幹嘛要開小號 直接用大號看光明正大的 我想看就看 我想看就看 我不是一個嚴厲的前輩 我是一個很溫柔的前輩 空調早就不漏水了 趴著趴著還好吧 我睡覺都趴著 我習慣了 然後我 然後我坐凳子我也很不習慣坐著 我坐坐凳子我會蹲著 怎麼不舒服怎麼來 你真的光明正大的說 特別溫柔的說 你說 你說就是 哪天哪天就想 想要那種 當老師的飲上來了 然後 就想關心靈雞湯了 就 跟我出去走走 我們出去 出去便利店買個東西 順便去散散步 跟我出去走走 然後一走一個小時 不舒服 對 那也不是不舒服嗎 習慣了 我就喜歡 蹲著 喜歡躺 喜歡趴著 哇 我今天跳舞 我今天我今天跳舞 簡直了 我今天跳舞有一個動作 是 在地上滾的 你知道 剛 砰掉地上 那我的小尾巴 我的尾椎骨 天哪 我的屁股開花了 好痛喔 我 我沒 沒啥散步的地方 大馬路上 走來走去 走來走去 反正就這裡走走 那裡走走 不用心疼 屁股疼 屁股疼 心不疼 屁股疼 不看蛾 她每天叫 這現在還在叫呢 叫那麼響 看她幹嘛 走進了分貝更大 蛤 你說出去散步 就是大馬路上走走 便利店逛逛 總要花點錢才行 然後 然後弄公園走走 然後跟老太太 老爺爺 聊聊天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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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你是 你 絕對知道中心在哪 你都知道有快客 你都知道有快客 但是我不在那家店買 我 但我不在不在快客買東西 因為我一般買水果 我覺得那邊水果不太好 廣場舞 廣場舞沒有大爺大媽跳廣場舞 這裡的大爺大媽都不跳廣場舞 要不然我還可以教一下他們 對不對 他們沒有給我施展的空間 噔噔噔 什麼 啊 說明你比較誠實 你不知道中心在哪 像這些人都已經扒完了 螺絲粉 但螺絲粉 我連我都不知道我這裡有螺絲粉 我都不知道我這裡有螺絲粉 喂 叫大爺大媽對峙我瘋了嗎 要閃了一下腰 然後扭了一下腿 我不就 我良心不安 我還要負責 不行 而且大爺大媽不喜歡對峙 是 我要給他們 我也會跳廣場舞 誰說我不會的 真的是 我會跳最炫民族風 雖然需要複習一下 我可以去 我真的可以跳廣場舞的C 雖然我現在也不太記得了 但是我之前真的是廣場舞C 所以說五十多個大爺大媽 我是五十多個人當中的那種C你知道嗎 我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握手會 握手會 嗯 嗯 我也想握手啊 那什麼時候安排吧 反正我是不會拒絕握手會的 你們放心 而且我每天都 而且我每天都在中心 有什麼工作也不可能 就是因為我沒時間而推掉 B50 B50好像是要那個 呃 要有歌曲才能去吧 是有歌曲才能去吧 要不然 要不然我不能 如果不能去B50的話 握手會也不能去啊 欸 不知道 嗯 我也不知道握手會 對歌傻的 嗯 嗯 看情況吧 看看B50的時候我在哪兒吧 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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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也不一定啊 因為 因為還早啊 那麼久的事情 我也不知道啊 而且 而且那個時候的事情的話 嗯 嗯 那個時候的事情 其實 其實在那個時候之前 我肯定有握手會了 不可能 一直都沒有握手會吧 對呀 都一月份呢 一月份呢 我三月份 我三月份就要去上學了呢 呵呵 一月份 然後我上 然後剛好 工作完我三月 我三月份去上學 然後我要當一個人民教師 呵呵 不過我看 我看他們現在前輩好多握手會喔 估計什麼時候就能輪到我啦 放心啦 我會 我會激攢一下手上的汗的 呵呵 我保證你們來握我手的時候 我不擦汗好不好 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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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呵呵 欸你們喜歡 什麼東西 啥玩意兒 李商晚來嘛 你們擦了消毒液我就不用擦了嘛 這麼嫌棄的嗎 天哪第一次有這種握手繪的時候拿著隔著紙巾握小偶像的 太過分了 那我就隨身攜帶教編 我隨身攜帶教編 說一句不好聽的我就打一下 我要嬌皮的 我知道不握手的 期待 哇哦抖眼哦 厲害了 哇 怎麼一說到教編就全都全體興奮了 為什麼都是抖眼哦 你們太過分了吧 我跟你說今天今天羅碩 他看一部日劇 然後他看一部日劇 然後然後就跟我 就跳起來了 然後跟我很激動的說 說他日劇裡面有一個主角 就抖眼 就要求別人就把他的那個 把他的那個手指掰斷 然後 然後那個人還特別特別的就是 興奮 特別高興 特別特別開心 啊覺得很恐怖 哇哦 啊特別激動的跟我說 哇哦這抖眼的也太過分了吧 天哪 我抖眼的沒這麼明顯 欸 不講恐怖故事 恐怖故事都講完了 我沒有東西講 對啊那就今天 跟我說啊 哇哦太M了 我還是當S好了 S跟M左右擺動 你以前沒被老師打過 不看啥呀 就樓老師看啊 關我什麼事啊 關我什麼事啊 對不對 樓老師看的不關我的事 我都是道聽途說 隨便聽聽 隨便做做 隨便聽聽 我看的都是很正經的好不好 我看都兇殺案 真的誰看這種不正經的東西 我都看 我都看兇殺案的好不好 就非兇殺案不看 那綁架案件 都沒什麼 沒什麼看 沒什麼意思 你知道之前不是你們跟我說柯南嗎 就我就是因為本來超喜歡看柯南 因為每集四號幾個人 然後破案都破那種兇殺案 然後後來啊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 然後柯南就 都變綁架了 我就覺得沒意思 我就不看了 就每一集 就帶著期待去看每一集 就要一個星期就更新那麼一集 然後帶著期待去看 哇一看 又是 又是綁架案 真的 沒意思 然後後來 後來不是又有 我覺得 我覺得最好看的就是那個 別墅的那個分屍案 哇哦 我喜歡 沒有看過呢 我最近 我最近看的一部就破案的就古語了 最近都沒有看什麼 就最後一部看就古語 沒有很獨特啊 就是 就是 又來抵迦奧特曼 奧特曼雖然一集死好多人吧 但是他都 他都 他都沒有明顯的說明啊 誰知道他死了多少個人 有 有犯罪二十一集 他都看不到的一個 一個兇 一個兇手 換頁嗎 我就看過 我就看過那個 解憂雜貨店 然後那個 白夜行 破壞 破壞不能打嗎 天吶 為什麼這麼多敏感詞 神探加綠月 好熟啊 好熟的一個名字啊 咦 真實案件 不是小說影劇 不知道 你說真實案件 讓我想起的那個 失蹤罪 失蹤罪也聽說是真實案件 改編的 哇 看小說的時候可帶感 我都不敢 不想看電視劇了 我覺得電視劇拍不出小說那種 感覺 嗯 我覺得電 失蹤罪不知道有沒有人看過 失蹤罪特別好看 我覺得 失蹤罪比白夜行好看 不知道為什麼 不知道為什麼 就這麼覺得 讓我來回答一下問題 哇你們這樣子我記不住啊 來共同推選一部最好看的給我 我 我讓我可以有時間去看看 什麼 怎麼不看前輩小後輩啊 小說又摸不著 嗯 嗯 什麼意思 嗯 我每天看看前輩後輩啊 我每天看看小前輩後輩 那我總要看一些新鮮的東西的嗎 對吧 那你們前輩 前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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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不化妝的樣子啊 就頭髮也不梳的樣子啊 穿著睡衣的樣子啊 那哪個 就穿個拖鞋 穿個睡衣的樣子 我都看過了對不對 該什麼樣什麼樣我都見過了 了不起吧 留心之伴啊 走家秒的書也可以看看 話說我應該豐富一下我的知識了 要不然我以後還怎麼當老師啊 因為我現在 以我現在的知識儲備 天哪 我覺得我以後要 就是 多看看文藝類的 東西 沒有當老師 就是 下一年就是 明年三月份吧 我回學校我要轉 我要轉小學教育 我要轉專業 那以後就當老師呗 呃 當 當小學老師呗 但是我還沒想好 我要 教哪一門科 唉 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到現在都沒有想好 No 教體育我不是要曬黑了 教體育我就黑了 不我已經夠黑了不能再黑了 我還是學小學教育吧 我還是學小學教育吧 教音樂 不行 競爭不過 不會樂器 嗯 嗯 我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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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當班主任 原來 體育老師當不了班主任 對不對 體育老師當不了班主任 嗯 在想 思想品德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我覺得我三關這麼正直 很需要教教思想品德 估計 想想看 因為我特別想當班主任那種感覺 多好啊當班主任 就每天就管管學生啊 給他開開家長會 然後 然後就 順便把家長 就是順便把 那種學生的家長叫到 辦公室來聊火天 然後 然後 然後然後跟他們說一說 以後就是學生的發展啊 之類的各種 我覺得這種 這麼光輝偉大的職業 特別適合我 前提是 前提是你們 前提是不能讓這些家長知道 我以前當 就是 就是我 不是以前 就是我現在 我是 我是當小偶像的 估計孩子都不送到我這邊來了 我也這麼覺得哦 就要從小培養起 因為家長都比較 那啥呀 就我媽 就我媽 就不讓我來 這個團 就 就 聽說說是那個 演藝 就是什麼 娛樂圈啊 演藝啊 她就覺得不好 所以我媽就不讓我過來 對呀 對呀 還是來了 我媽 唸不過我 我跟她 我跟她 展開了很激烈的鬥爭 我第一次反抗我的母上大人 這是我真的是第一次反抗我的母上大人 我我以後要當老師 但是你知道嗎 我們我們那邊初中老師 初中很 反正當老師有規定的嘛 就是你不能 你穿衣服不能 就是 穿得太 嗯 太過分 你不能穿得太時尚 你必須穿得 比較符合教育事業 唉 我想想 穿漂亮的衣服 也夠了 唉 但是 嗯 可是我想穿漂亮的衣服 那種什麼 嗯 一下下就說你穿得太暴露 不想 我想穿小 那種 短褲啊 然後短裙啊 嗯 嗯 沒有制服 那我們 那邊 唉 可以啊 穿JK教授 誰不允許 我就覺得穿JK教授又沒事 對不對 我只要能教人就好 你管我穿什麼 還可以順便提升一下 小孩子就是穿衣服的品位之類的 讓他們全部跟我一樣穿 大學生不一樣嗎 但是那是學生 你見過哪個老師穿的跟公演服一樣 我可能要開這個仙河了 穿那個公演服一樣去 去教學生 然後每天就是什麼課間時間啊 就是那種聽歌啊 我就放四八的歌給他們聽 多好 從小培養這種情操 很好 嗯 我以後免費宣傳 就作為一個教育事業 就用藝術系吧 然後那種時尚感要從小就培養起嘛 哈哈 老師跳雨缸 瘋了吧 但是什麼以後什麼元旦會演啊 就老師倒是可以上去表演一下嘛 但估計表演完之後 我的學生就不服管教了 我的學生 哇哦夜點 可以 可以 山腳寒素 給他們都帶歪了怎麼辦 老師跟我說這種CP曲 我真的教小學生欸 我教小學生的時候 我在台上跳CP曲 你有點過分哦 那麼從小就那種觀念 就 都沒有意識 然後你讓我在上面跳CP曲給他們看 不小心他們 他們歪了怎麼辦 從知識唱歌嗎 從知識不是拿來看的 是拿來唱的 Caution 除非除非這個學校的學生啊 老師啊 都是四八的粉嗎 再多 對峙不能跳 你說一個教育機構 你說一個教育機構 你讓我上去 全部都去幹 滾 沒有啊新年連環元旦也有 好多喔小學表演 機會老多了 拉鍊 拉鍊死了 跳拉鍊 天使的尾巴拒絕 跳天使的尾巴我 我拒絕 這雖然很很符合小學生的口味 但是我拒絕 我以為上次還是 上去上去跳段廣場舞不錯 我已經想好了 我拉著其他老師跟我一起上去跳廣場舞 跳健美槽 這樣總沒人說了 表演表演那種黃梅戲啊 那種廣播廣場舞啊廣播體操啊 估計校長看了會給我身為教導主任 對不對 要是校長 校長覺得我這個人不錯 就跳舞跳的特別合他的心意 還可以巴結一下關係啊 然後當個朋友啊什麼的 晚上約約大家一起跳跳廣場舞 然後給我升格 你要考慮一下校長 我又不是跳給學生看 那個跳給上級看的嗎 就跟我升 跟我升官有關係嗎 就跟校長晚上一起 就廣場里約約 大家跳跳廣場舞 我照樣當個這種全校的C 什麼 什麼 什麼死不得 怎麼知道太多 你們想到了什麼 我為什麼覺得很奇怪 奇怪 就去廣場裡跳跳廣場舞啊 一個月可以導補一下這個畫面 我們全校師生 然後那種廣播體操就是跳廣場舞 好 月黑風高 月黑風高 的黑夜 然后跟校长 在 那个广场上 跳广场舞 想到了什么 没事一堆人一起跳广场舞 跳夜点 夜点只能偷偷跳 夜点不能当着那种小学生的面条 要不然教坏他们 其实的圈套也要偷偷跳 这Cp曲当然偷偷跳 我可以教 如果那个可以教一下校长 教校长 夜点就算了 教一下校长跳天使的圈套 这是天使的圈套 会或许多的骄傲 spy可以有 spy可以有 超喜欢spy 青色的香蕉 禁忌的爱 青色的香蕉简单 青色的香蕉不错 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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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不出来是个Cp曲 青色的香蕉不错 曹家哥 那个My boy My boy 校长当然好啦 校长又有钱 对不对 权力又大 管那么多学生 清语啊 我也想她了 我刚刚把她的床给扔了 不是刚刚 是前几天 刚把她的床给扔了 她自己让我扔了 不关我的事 她还给我发了 发了 发了红包 让我帮她整理房间 让我把她东西全扔了 换新的 然后 然后 然后她给我 她给了我红包 她给了我52 真的 干嘛不给我520 给我52 52.0 我工资 工资快没有了 所以我现在尽量不出门 一出门 估计就没有了 对啊 这超富贵的 她给了我52块钱呢 就我真的 我给她两块都不舍得 她给了我52 我觉得我以后对她好一点 特别的 就是 不出门工资 也会没有网购 网购才是最大的伤害 你还不如 不要给我发明网购这种东西 这种时候我就想 不要有网购这种东西 我会忍不住 尤其是外卖 对网没办 没用 我流量无限量 我学校的流量 无限量 没办法 我都用流量 刚刚学校那边给我打电话 让我在办过那个卡 就无限量的流量 没办法 我现在用流量看视频 手机扔了不行 手机扔了还要工作了 哎呦 赶快 我没钱了 给我介绍个富婆 不想努力了 给我介绍一个富婆吧 谁来 谁给我介绍个富婆 我先给他 给给李清云 李清云是个富婆 对了 啊 哇想起来了 他现在不回来 没办法勾打 哎 哎 没办法勾打呀 现在不回来呀 哎 爬他床都不行啊 现在 冷老四枚钱 李清云有钱 哦不行 李力满也可以 李力满不错 李力满你知道 他多嚣张你知道吗 李满超嚣张 哎 我们一堆人在那里谈论起 就是说穷的时候 他一个人说了一句话 每个人都想打他 他说了一句话说 哎呀 我就不为钱担心 就我 我还是花 我钱还是花不完的 气死我了 那全场就本来 大家就很热闹的一个情景 然后因为他这一句话 大家都安静下来看着他 然后过了零点一秒之后 大家一起喊 你给我滚 气死我了 后来他给我 不 他每一天点外卖 每一天花钱 然后他后来加了一句说 不不不是大钱 我就是那种小钱是花不完的 就随便点点是花不完的 气死我了 你给我滚 因为他之前攒了很多钱 他之前在 在那个别的团的时候 他攒了好多钱 所以他很有钱 他不用管他借钱 你知道吗 他那天想点外卖 他问我喝不喝那个奶茶 然后我那天我说 我说不喝 我怕胖 然后说你喝嘛 你点外卖嘛 然后我都没答应他 然后就说我请你喝嘛 我说我不喝 我说我要胖 他自己给我点了一杯 就是因为他想吃 所以他给自己也点了 所以他一定要给别人点一杯 为了臭 你知道吗 就 这种人 这种富到这种程度 想看 就别人不喝 他也要给别人点 为了臭那个单 不是第二杯半价 就外卖不是有那个 起送嘛 他为了臭那个起送 那别人不喝 他也要点 宁愿宁愿宁愿把那杯扔了 他也要点 就很富裕很富裕 这种人 以后 以后要是 我哪天就生活不下去了 李一满可以养我 每天点外卖嘛 你点外卖嘛 我说我不吃 帮你点上 嗯 哪也不让我胖 他每天吃的老多老多了 每天每天点 轻语啊 轻语 你知道 你轻语有一个特别神奇的一点 你别看他这么瘦 他是我们预备生里面吃的最多的 他一个人真的可以吃好多好多 但他就是 估计就是吸收不了 真的就是吃那么多 竟然能瘦成这个样子 佩服他 然后他现在就 回去上学嘛 然后 然后把东西都扔了 然后我那天 我那天给他 把他整理房间 然后把那些被子 那些都扔到那个 就是那个 大大型的 那垃圾桶边上嘛 就阿姨会 帮我们拿下去 会收拾的 就总垃圾桶 然后本来 阿姨刚弄完 这个整个桶都是空的 然后被我 这群里的东西 衣服 被子 全部扔掉 然后我自己的房间 拉 就那种 外卖 就是那种 快递盒子 然后垃圾 全部扔掉 然后 那一脚 就不只是垃圾桶了 就连 连那一块 就 三个垃圾桶的位置 那种感觉 全都被我挤满了 我感觉特别特别 不好意思 我看见阿姨 我都 就 贴着墙走 其实周末也不回来 不远 对不远 但他因为他学分 就是 已经不够了 就他必须每天 每天上课 他不能落掉一节课 他才能够 把学分给修满 他现在学分 很成问题 否则他要被退学了 然后 然后他还要拍 那个毕业系 就 毕业 毕业的大戏 所以他 就是不能回来 你看完了 卢一张好看吗 没有看完 每天看一点 你都每天看了 这么多了 你看 看公斗剧 每天 就看见一个女人 骂一下 这个女人在骂一下 感觉很爽的样子 嗯 就这个坏女人 那个坏女人 对 柳老师回来了 他终于回来了 拉个女人 大声招呼 哈喽我回来了 妈 哼 怎么这么冷漠 你不是甜戏偶像吗 我甜吗 你甜不甜看心情 她们 今天心情不是很之快 那我本来聊 我就是他们说 在看我的出道的视频 然后我说 我出道视频 就连镜头都不看 就很可惜 就是那种 就完全就是 没得不上镜 你觉得很恶心 不是我不恶心 就觉得黑历史 然后 然后他们 他们说 他们说 没事 刘老师上 就第一次手演的时候 没有任何表情 对 一点都不甜 什么啥时候走的 你啥时候走的 问啥 谁啥时候走的 谁走了 是他回来了呀 差不多他回来了 我一个半小时得关了 关了睡觉 明天起来练舞 练什么练 睡觉 因为我今天没有练吗 是吗 我今天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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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没有完成任务 我是回来打游戏的 我不打游戏 我准备睡觉 我明天要早起 你早起干嘛呀 我没有 我没有把那个站位给抠出来 他没有给我站位 你明天说你早起我就难受 我想我们一起睡懒浆嘛 可是明天中午也要上课呀 明天两点 明天 明天 就是我早上 我想想看 不会特别特别早了 我知道 应该不至于九点就起来 嗯 九点不一定 我继续想想看 他说楼老师在拖往后腿 没事 要睡好了 最近大家都有点累累的 哎 怎么办 九点怎么了 有什么好笑的 你看我们晚上都这么晚睡了 还不让我们九点起来哦 九点很过分吗 确实啊 九点哪里过分了 你上去四点 下午四点 对我以为 我那天睡到了下午四点 哇 我厉害了 我睡了十五个小时 简直要死在床上那种感觉 嗯 而且我中途没有醒来过 就老老老师本来九点的时候吧 还是几点 十一点的时候 看到看到那个吵醒了 然后继续睡 睡了之后 然后他下午两点的时候 他本来说 说想要洗个澡 然后呢 然后一看我还没醒 他就说 等程庐路醒了 我再去洗个澡 发现又过了一个小时 我又没有醒 他受不了了 他自己去洗了 然后我四点钟 然后我才自然醒醒过来 然后 然后我那时候恍惚了一下 我以为 我以为是我 我以为是我很早睡的 我以为 是我那天 下午两点太累了 然后睡觉 然后 现在只是那一天的四点而已 然后看了一下日历 我真的睡了一天 故事讲完 晚安 今天没有恐怖故事 开心吗 就 就着 就着子杰殿下的背景 我现在插了 诶 没了 那就 就着我这张漂亮的脸 然后拜拜 晚安 醒来后发现天头要黑了 一天就这么过去了 晚安 明天见 明天也要加油啊 加油加油加油 明天你们也加油哦 搬砖的搬砖 上课的上课 又不搬砖又不上课的 你就好好的活着